蔡董这个是回弹仪 它用来测量的是表面深处的长度有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板上 它底下已经被密密实实的土啊 沙包括混泥土给它摊扑起来了 那假设可能在工地上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乍一看呢 这个混泥土表面它都是好好的 但是可能在底下它可能会有孔洞 很大的孔洞 或者说它特别稀疏 所以它的强度就不高了 类似于这样子的道理 所以我们需要去测它的强度 那这个回弹仪怎么使用呢 我们在打开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只要一按到地板上 它这个回弹的指针就会自动弹出来 那我们就是用垂直的一个力度 直直的下去 放它一下 然后下去之后呢 按住这个按钮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就自动弹出 这个时候它的强度是达到了38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一样的因为底下它是空的 所以一样的 看起来它的厚度可能这边有 可能这边有15公分 厚度看起来15公分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强度 强度的话才12 所以就是我们会看一下 这个混凝图的表面 它具体它的强度有多少 这样子来了解 那一样的我们也会根据 在一个面积范围内 去多点测试取它的平均值 这样子更有参考意义 谢谢大家